大家好,我是張國軍 在未來的立法會大會我提出了一個議員議案 叫做把握契機改善施政 因為自回歸以來 香港的社會經濟都不斷向前發展 但在我們的政治制度裡 就累積了很多深層次的問題 未有解決 大家都知道在香港的選舉 跌入了一個怪圈裡 就是說我們不會用社會政策 去界定我們不同的選舉政綱 在選舉裡只有親中和普選作為選舉的主軸 而且在立法機關 一直以來成為特區政府的叛腳石 不僅一般政府的正常議案 或者一些公共工程開支的撥款 很難在立法會裡通過 而且這個議會 往往會將一些涉及到內地元素的議案 完全想拖垮 比如在過去我們看到的一地兩檢裡 反對派就將它變成隨意門 公安會在我們香港境內隨意拉人 還有這個國歌法會變成 每一個地方都很容易成為犯法的一個地方 當然連東江水這些日常生活的問題 都變成了在議會裡作為拉布 抵抗特區政府的一些議題 可以這麼說 過去在香港的政治制度裡 特區政府是沒有辦法做到這個擅自 沒有辦法做到行政的主導 但是隨著國安法的落實 我們看到社會秩序回復正常 隨著這個完善選舉的安排即將是落實 我們會看到的就是 確保香港由愛國者治港 亦都可以這麼說 未來的選舉裡 我們再不會像過去的怪圈一樣 用這個普選 或者親中作為標籤 作為這個分野 我們在立法機關裡 我們會看到 是可以和特區政府一起 為香港出謀獻察 當然 中央政府用了這麼大的力氣 幫我們扭轉了香港政治制度的困局的時候 特區也都應該把握這個契機 去改善我們的施政 所以 在今次的這個立法會大會裡面 我提出這個議案 是希望我們特區裡面 大家能夠出謀獻察 一起去看看 如何可以重掃行政 立法的關係 也都希望 可以打破我們特區政府過去的 這一種恩群備事的行法 改善我們地區的施政 還有 改善我們政府過去這些 這些很臉腫的架構 這些都是我們需要 是把握機會去改善施政的地方 各位朋友 如果想收到我們最新的消息 麻煩大家分享留言讚好訂閱 我們的WeChat Facebook YouTube 多謝大家 多謝你